众所周知魂狮只要达到70级后便可获得五魂真身 而拥有五魂真身后魂狮的实力会得到质的飞跃 今天小编就和大家一起盘点一下奇怪的五魂真身都是什么 它们之中谁的五魂真身最强了 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请在评论区偷偷告诉小编 实在是太感谢你们了 老规矩视频开始前记得关注小编哦 要不然下次你就找不到我了 听说弹幕区输入小五会有无数个小五从天而降哦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第一位朱竹青灵猫真身 此魂环来自于一枚神刺万年魂环 朱竹青在开启灵猫真身后速度提升百分之百 其他各项属性提升百分之五十 朱竹青在灵猫真身状态下的速度可以说是无人能及 这也为他后期传承速度之神殿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位戴老大白虎真身 此魂环同样来自于神刺万年魂环 但戴老大的五魂真身与朱竹青五魂真身有着明显的区别 戴老大在开启白虎真身后 自身的攻击防御都会增加百分之两百 其他各项属性增加百分之三十 并且在此期间白虎的体积将成几何倍数增长 可以说戴老大在开启白虎真身的状态下又肉又有输出 是一个非常强横的五魂真身 第三位马红骏凤凰凰真身 自从胖子在服用唐三所赠予的极品仙草 以及石手猎羊蛇内丹后 胖子的五魂品质就发生了质的变化 从先前的变异凤凰五魂瞬间积身到了神兽的行列 胖子在开启五魂真身后本身的凤凰五魂会净化成七手火凤凰 并且随着等级以及实力的提升 最终的五魂真身会净化成十手火凤凰 紧接着第四位就是奥斯卡 奥斯卡的第七魂技为坚挺金苍蝇 小奥的第七魂技效果可谓是十分逆天 小奥在服用第七魂技的状态下 制造香肠的速度可以瞬间提升三倍 并且做出香肠的增幅效果有着50%的提升 若队友服用此香肠下次释放的魂技威力提升50% 小伙伴们可以试想一下如若唐三在成神后 服用小奥的第七魂技那唐三魂技的威力会恐怖到何导的费 第五位就是荣蓉的九宝真身了 荣蓉的第七魂环同样来源于神刺魂环 自从前期荣蓉在服用唐三所赠予的极品仙草后 荣蓉便打破了家族的进入 将七宝琉璃塔完美地突破到了九宝琉璃塔 这也让荣蓉打破了七宝琉璃宗永远无法突破到八十级的祖宗 而荣蓉的九宝真身也是十分逆天 在九宝真身的辅助范围内所有魂师的魂力消耗都会减断 可以说只要在荣蓉的增幅范围内 你就相当于永久携带了一个蓝棒 你们说对不对呢 第六位就是我们女主小五的柔补兔真身了 此魂还来自于一只六万年修为的三眼魔虎 小五在开启五魂真身后 可召唤七个小五进行辅助战斗 并且每个分身都会拥有本体百分之七十的力量 这不仅让小编想到小五的七倍快乐 我们的三哥受得了吗 最后一位就是我们男主唐三了 唐三作为双生五魂拥有者 五魂真身同样也是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蓝银真身 唐三在释放蓝银真身后所释放第一五魂的任何魂技 威力都会提升百分之五十 并且在蓝银真身的状态下 周边的一切植物都会给予唐三源源不断的魂力支持 第二个就是浩天真身了 大家一定还记得当初在魂师大赛上 唐三强行开启浩天真身的能量吧 当时所爆发出的威压以及那电闪雷银的特效 也是一度惊呆了在场的众多封号斗罗级别强者 可惜在后期由于唐三获得了超神器海神三叉截 导致了浩天锤的气魂真身出场次数极少 实在是太可惜了对此你们怎么看呢